那你们可以帮我杀了鸡蛋 这是什么东西 可恶的地心 闹得稀奇人心惶惶 此乃劝响表 是用地心最新发明的纸张所作 污蔑 赤裸裸的污蔑 而且这里面全都是我激发的谣言 没有提及鸡蛋一个字 难道 江先生 这可如何是好 谣言止于智者 赌事赌不住的 想要让这些人闭嘴 只有两个办法 要么便是大王杀衣警板 让这些人忌惮 乖乖闭嘴 忌惮掌握西齐房 我想掌权 难啊 江先生你刚刚叫我什么 大王 而今西齐已经立其反齐 要么生 要么死 我们西齐该有自己的王 在我看来 大王名正是天道所中之主 大王 我苦心几率这么多 所求的不就是这一生大王吗 若有一日 我为大王 那么江先生你便是我的成效 那另一个办法是什么呢 一场大胜 只要第一战 我们能取胜 自然士气大掌 至于那些谣言 也就不攻自破了 大胜 何其难以 这难度比第一个还要更大一些 主人 江先生 门外有两名道人要求见江先生 原来是一顶师兄 你们可真是雪中送炭 师弟 我听闻西齐竖起反齐 要替天行道 我和我弟子杨茧 遵照老师之命 来西齐走一遭 看是否有我师徒二人可做的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如今昭歌大军压境 纯兵荆棘里 我与大王正在商讨对策 私存第一战 该派何人出战 你们两位可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这位是鸡发 西齐当今之主 见过西齐主人 若是有什么要我们师徒二人做的 尽管安排 那你们可以帮我杀了鸡蛋 若是我没记错的话 那个鸡蛋似乎是你的兄弟吧 你想让我们替你杀了你亲兄弟 而且 你竟然想让我们帮你向凡俗之人出手 你把我们当擒手杀星吗 杨茧失职放心 刚刚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这种兄弟细祥的事情 我们师徒两个是绝对不会帮忙的 第二天 闲着没事 杨茧便逛了逛西齐城 刘老五 你居然偷偷留了口铁锅 用昭歌城的邪物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几倍大义饶命了 我们一家老小都是靠这个活的 那也不行 我们西齐人 饿死也不用昭歌城传来的东西 你这是勾连敌扣 一时铁锅而已 这就算是勾连敌扣了 难道用铁锅做饭吃的不是西齐人吗 这个世界不该是这样 完了 完了 鸡是不公了 你竟然敢敢诽谤我鸡是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打他 砸了锅 就够了 再伤人 你们不觉得过了吗 若不是你们做事有错 别人会这么说吗 三只眼 怎么着 你是看不惯吗 滚 我行不改名 坐不改姓 扬简是也 你们若是心中有不满 便去激发的府上找我 老丈 这些钱你收着 那几个人日后应是不会再来找你的麻烦 不过 你还是搬出去吧 换个地方或许能有条好的活路 谢谢客官 不过搬是搬不走的 要是被人知道我要搬走 怕是要被打死了 这样的习习 真的是值得自己和师尊去守护的地方吗 不知道 曹哥那边又是怎样 倘若 这里是天道所中之地 这里的人是明君 大商是暴君 那里的人 或许过得要比这里更苦难百倍吧 禀告大王 有一人胜着三只眼的习习小将率军而来 三只眼 老爹 是杨简啊 不错 要是能收服杨简就好了 杨简 什么人 没听说过啊 欲顶真人的弟子 云华仙子的儿子 这样的小辈 我们这些做事输的就不用出战了 不如就让哪吒出战 看看杨简的实力如何 也好 哪吒 怎么样 怕不怕 咱才不怕 不就是三只眼吗 看咱把他的眼珠子给抠出来 灵珠子 你怎么在朝歌一方 师祖让你转世 是为了让你大兴息息 可不是让你匡扶朝歌的 转世之后 前尘皆成过往 这一世 我的命如何走 我自己来定